大家好我是KC 今天很高兴来到风光明媚的北投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的好同事 SOUL S-O-L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经验 首先我还是请SOUL跟我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SOUL 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KC的Podcast 十分荣幸 是我也很荣幸 那我们还是这个部门免除的请SOUL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这样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可能要谈的题目是什么 好的 我现在在微软做架构师 是在一个服务交付部门 在之前同一个部门呢 也做过技术顾问 那一直都待在这个consulting的服务部门里面 在之前也在HP有带过两个不同的部门 一个是做Cloud Computing 那另外一个是在做测试的部门 那有做过像Tim Lead啊 或是Senior RD这样子的角色 另外也曾经在HPC做过Senior的Engineer 做App上面的一些开发 其实大家可以听到说SOUL这边其实的工作经历啊 其实就是比较偏向技术这边有关的角色 那有从RD啊 然后就开始RD基本上就是在内部嘛 然后也有技术顾问开始接触客户的 然后代替的Tim Lead的 然后再来就是会处理到架构 那架构可能会有 就是当然就是架构本身 然后有一些pre-sell 然后甚至SOUL这边呢 除了架构师的这个角色之外 他也有在甲方乙方都待过 所以我们今天找到SOUL这边呢 其实想要聊聊看说 是不是先 我想先问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说 你可以分享一下像RD跟技术服务这种工作啊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有什么特点 从你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身边蛮多朋友啊 也都是有这样从RD 然后到面对客户做顾问啊 或是服务这样子的职业转换 老实说其实两者差异还是蛮大的 那在我前两家公司做RD的时候 分几个角度来说好了 首先你面对到人呢 其实就差很多 在以前RD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care的 大概就是你的line manager 或是你的people manager 他会给你一些task assignment 那你就满足完成这些工作内容 基本上你的KPI就已经达到一定了 但是在做服务的时候 你一般来说除了你自己老板 你需要对他有些KPI的满足之外 更多的是你会面对客户 那你会要去care客户这边的满意程度 你交付的内容 那这是人的方面啦 另外事情的话其实也蛮不一样的 RD的话当然你 你的这些工作内容呢 就是你开发的这个product 你就把它顾好 然后按照时间 按照quality交付出来你的内容 这样就OK 但是在service部门的话 你除了要交付你project内容 你也要去care你客户这边 他 提毛巾 对他的情绪 这个就不是技术可以去解决的 有时候客户满意度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你今天技术打到怎样 就可以去满足 而是你要care他 可能今天心情怎么样子 那在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 你要控制好manager他们的情绪 这样子你的KPI才有达到 所以人的部分也 你做自己的部分也就不太一样 再来就是 你的时间其实观点上也会差异很大 在以前大概就是朝九晚六 如果不加班的话 基本上这个时间 你就是可以正常上下班 但是在服务部门 因为客户他们的需求 是需要时时被满足的 虽然说也不到七成二四 但你会发现你很多时间 会被很淋散的切碎到你 你的下班时间 或者是你六热时间 所以时间上也会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现在是过年 可能早上还在加班这样子 有时候你就会很奇怪 拿到一个line的message 或是听着上面的一个讯息 那可能一些线上的系统 或者怎样出问题的话 你就赶紧去救援 对的确 所以时间会被切得比较散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 刚刚你有讲到是team leader 但是team leader的角色跟 就是刚讲的是甲乙方不一样 对 但是team leader跟就是consultant 或者是rd又有点不同 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这方面你感觉上的差别是在哪里吗 就是从技术端的这种team leader 像我所在这个服务部门的话 大致上里面就分三种roar 最常见的 一种是就是在consultant 就是这种顾问 那或者是这种team leader team leader的话 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指称 在这服务部门它比较像是 因为我们是做应用 应用这边的交幅 那有些这种project比较大 那你会rooper到很多 比如说一些subcounter 而是subcounter 我们所谓的外包商 对外包商 那甚至有时候你的team里面 会有一些客户自己的人 那你自然呢 因为组织比较大了 你就会有那种team leader的角色 出现来帮忙去做一些task dispatch 或是通筹一些task的内容 那再过来就是pn啊pjn啊 还有那个架构室 有这种种roar 那刚刚开始问到其实就是 这种consultant跟team leader 这种或是arc 对 这种异同点 我自己感觉向来 其实如果说是一个consultant的话呢 比较明确就是他 可能在某一个技术领域 他有一定的technical的expertise 他要很专精 这边只是很专注是说 你要可以很熟了里面的内容 当大家问到你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应该有自信的去阐述 然后去解决里面的问题 这大概就是consultant应该做的 那听力的话呢 会在这种taking little expertise上面 再多一层 可能你要去care说你处理团队里面的大小事物 那事情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要管理团队啊 所以你可能会 比如说要跑命节 做一些team management 那另外就是 你要去care说一个project交付的时候 你需要去care说这个产品 这个系统啊 或者这个产品的整个life cycle 你要上号去有些sense 所以SDL啊 这种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你要去顾 你要去看 那会多这样子的一些职责 所以你觉得说像这种 这些角色啊 它是一个 我觉得它是重叠的呢 还是比较switch的 会可以在不同角色上切换 因为这样子听起来说 consultant应该相较于 这个技术的team leader 或者是ARC 它是比较单纯的 ARC的部分 它可能技术成分更高 然后consultant team leader的部分 其实它要带人 但是它又不是people manager 我问这一题是这样 就是说会有人 常常会问PM 会有人去问说 PM到底要不要写程式 通常大部分这种参办 有人就会说不写程式 这个你只要手腕够好 也可以做PM 但是有人说你没写过程式呢 你是不能做PM的 但是我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 那你觉得做这种 Dave的 或者是technical的听力的 它对技术的掌握 需要掌握到多少 如果它技术平平 这种角色可以做听力的吗 这问题 我个人 因为像刚刚 我自己给他的定义 像consultant 当然就是技术专精 那也许你 人的处理上面 你不用这么去manage 但你客户还是要顾好 这都是必要的 但是管team 管人 这种事情你不想顾好 但听力的话 就是在技术方面 你要更多 你就是要 也要去管team 然后要去管这些 人的关系 因为其实这很复杂的 因为你管听的话 像刚刚 其实有提到 你除了 有些工具 跑scrump 有SDL 这些tools 来去帮你跑之外 更多的是那种 很落地的 就你要去想 那你怎么 去control你听力的 跟你member之间的关系 甚至你要去想 你member跟member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去让他很 很怎么说 很和谐的 impow他们的 来把事情完成 就不只是自己本身了 所以我 我自己觉得 当然这弱势可以去劝取 没错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个 team leader的话呢 商好这些 一些soft skill 处于人的关系 工具你要掌握好 你要懂school 你要懂SDL 工具你要掌握好 再来就是 处于人的这部分呢 你要花心思去想 去处理 那才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听力的 那如果一个consultant 他没有这样子能力的话 其实在处理上面 会比较累的 那架构师呢 你觉得架构师 除了本身技术之外 他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我知道很多公司的架构师 还要兼职去打案子 那他有什么不同 架构师 架构师其实在我基地里面 又会更复杂的一些 他当然他是要有 一样consultant的 这个technical的expertise 那他要有听力的 因为他其实这两个路 他都可以做 他要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process scrump的一些概念 那他要有 可以处理member之间 这种大小事情 之外呢 刚刚KC提到 他还需要 去engage 打新的案子 那他还需要去 在这 刚提到 在这个technical expertise 跟这种process 以上呢 更多的 我管他叫什么 叫 technical的一个leadership 你可以讲一下 这什么叫technical的leadership 他跟一般的leadership 有什么不同 这其实 这其实在 这其实在围绕里面 是一个还蛮 蛮固定的一个词 很常会听到 technical leadership 我自己给他定 就是比较 比较算 狭隘一些 也比较狭隘 就是我自己感觉 他是这样子 在刚才说的 这种technical expertise 还有这种project以上呢 leadership他 技术方面呢 你就不一定 只是在一个领域 在专精了 你可能 还得更广一些 更广一些 有点像是一个书籽 有没有 你可能 你可能深的那些 要很深入 没有错 那可能 但这一根呢 可能不多啦 可能是 比如说三十根 但是横的呢 你要把它展开来 那目的是呢 architect 它在整个交付的 生命周期里面 它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会负一个 accountability 你是要对 end to end的技术 成败 负最后责任的 那这是一个 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 你在做一些架构设计 或是一些想的时候 你不能只针对 单方面的需求 或是技术的点 就给它做出决定 而是你是要 end to end的去看 整个 整个事情的 我大概先 解释一下 刚才受讲 那个书子 就是说 之前有很流行 讲一种 叫做T型人 T就是一横一竖 竖的就是 你自己 专精的那个 那个难力 比如说 你是城市设计师 你就很会写城市 可是你不能 只会写城市 你在横的方面 你可能 懂天文地理 但是你都懂一点 所以你懂得很广 所以你就是 一横一竖 组合学 就是T型人 但是后来有人就说 你不能只 懂一项专精 所以说 你除了要会写城市 你可能还会要唱歌跳舞 也要专精 所以就两根 竖的 一根横的 所以就叫拍行人 那现在的环境 越来越严肃了 所以他就要求说 你要会唱歌跳舞 天文地理 你甚至 还会打乒乓球 你还会做各种事情 所以你那底下 那一根一根就越来越深越深 就变成一把梳子 所以听时候这样讲 其实就是架构师就有点像是这种 这个每一根都插得很深 这样子 然后再一个横横的过去 没错 但是这样听起来 感觉 设计很难很难 很不可 不可能达成这件事情 那实际上 大家对架构师要求会到 会到这样的程度 那我自己实际上遇到呢 当然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这么专精 但是你就是 你要有特别 特别几根是突出的 那其他你没有突出的部分呢 你要找到对的人 可以帮你一起 去work到对 我记得我们星光第一次上线 没有成功那一次 老实说我觉得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 大家都在做AP 就做得很开心 可是其实我们对ARK 会觉得说 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尽量不touch 但是你会发现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你那个架构师 不把这根伸过去呢 他出了事情的时候 你整个系统还是会崩掉 没错 所以变成说你的架构师 就因此案子越大呢 你就像章鱼一样 所有的户手都要伸出去 可是你又偏偏又不是 你只能伸出去 但是后面还是有一对 你要走到最前面去 把他顶住 对 就是说可是 就是这个案子能够 稳定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这个架构师的触手 能够伸得多远 让你的后面这些 consultant 或者是Tim Leader 能够带队走到前面去 把这些要扛住的 把他顶住 才能够让案子走 没错 没错 所以在架构师 就是很认从道远了 那我再补充一点 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呢 架构师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做所谓的 risk assessment 或是risk management 你要尽可能找的call out 那把你看到了这些 可能的risk都先想好 想到 但你不一定要去解决了 因为像刚才说的 你可能去 就是有一些人 可以来帮你去cover这部分 但是你就是要 看这个end to end 尽早的把这些 你可能想到的risk 都先escalate出来 那确保说 这个solution 或是这个架构 最后是可以 可以go live 是可以work的 那我请教一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架构师 你怎么确保 你选的架构 选的技术 都是对的 或是都是好的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 这一定都是对 或一定都是好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 要做微服务 对不对 那其实 公司会给 这个架构师压力 要你上云 然后叫你去用微服务 那是什么 k8s 对 可是你知道 这真的是 对客户是好吗 好 好坏先 这是一题 可是你走到一半 有可能会发现有瓶颈 那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等着说 这架构师 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那你怎么去 应付这个题目 你知道 这常常会被人家挑战 我们就说 架构是谁 对 林先生出来 他应该没有听我讲 所以 所以 所以首先 他没有所谓最好 那你可能就是 那个时间点最适合的 那一般在做这种架构 肯定会做一些架构分析 架构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点 你要去考量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你可能这个系统 最后 GoLive 它的 可不可以扩充 那或者是这些 你一旦上线之后 好不好 maintain 那他好不好做monitor 所以 有很多点要去考量 我 说细点好了 如果你从 客户的角度去看的话 你大概可以 很简单的分几类 你一个 solution出去 你所面对的 应该会 第一个是你的 business的user 你有这些业务的使用者 再过来 他旁边应该都会 有一群IT人员 所谓的IT的user 这两个是你 很容易就看到 也想到的 那另外一个 大家不容易看到 想到的是 其实在上面 都还有一层leadership 或是所谓的一些 management 好几层 这一层 越大 蛋糕点的越高 对 那我们在说 做架构 或做solution的时候 你这三部分的人 尤其那些层 你都要想到 你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比较简单的 其实是刚刚说的第一种 这是这种 这种business user 因为他们只要业务满足 他当前的业务满足 他未来你可能先不理他 当前的业务满足 这个基本上 他就可以堪用 他就不会出大问题了 那IT的话呢 就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IT 他们之后会要去operate 要去违运这个系统 所以他们会想更多 包含一些non-functional的 我说白话的点 比如说一些 他的效能 或者是他好不好被违运 他有没有走去DevOps 或是他这个系统之后 好不好被测试 这种其实跟业务没什么关系 但是IT这边会很care 那最后是这种management 刚刚其实有hing的到 这个好几层 但基本上 公司组织就是一个草莓蛋糕 是 他有非常多层 那最上面的层 就是那一颗草莓 所以我们 他是最脆弱的那一颗 所以我们通常都要伺候他 不能让他受伤 但一般你不会想到他 因为比如说一个案子 刚成案的时候 肯定是业务 在跟你提这个需求 一般这种高层的人 他其实躲在 可能 不是躲了 他不是躲 他不用躲了 他是后面的 他不会说话 你知道吗 他不会第一个给你时间说 哦 我这东西一旦这个系统完了 我从管理层的角度 我像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一些metrics 或是一些 obdicting log 或者一些dashboard 他不会给你提这些需求的 因为他们是 是 是 是leadership 是管理层 那 他不觉得说 他要跟你去提这些 这些需求 supposed你应该就是要帮我们 cover这些内容 所以往往很容易被忽略掉 但 反正他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你是要考虑到底的架构里面 你的整个solution里面 但你知道蛋糕上的那个草莓 不是只有一颗 你知道吗 还有很多颗你知道吗 对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有负责这个业务的草莓吗 技术的草莓吗 是 产销人发财 他都有各颗 那这种 你怎么去确保架构师 能够考量 真的能够考量到那些草莓的想法 所以我 我自己自己啦 我大概会 类似那种chish it 你自己一个小超 你在一个案子成的时候呢 你就会去问一下咯 说虽然我现在没有收到你这个管理层这边来的需求 但你是不是有一些监管的需求 监管其实也是 因为那是 尤其银行业 对 那你也要问一下嘛 你主动去问 那像刚刚克希有提到啊 不同部门的那些偷偷门 有没有一些需求 那在一开始做invisioning 或是做workshop的时候 你就要去问 那把这东西尽早挖掘出来 但这如何穷尽呢 我觉得有时候比较棘手的是说 你不会在一开始就看到这些人 你在engagement的时候 你甚至到爆到最后一关的时候 都已经谈完价钱的时候 那大魔王可能都还没有出现 那怎么办 你怎么 你怎么去 就是说啊 假设你已经决构 我已经决构要决定用k8s要布在A9上 但你不知道那个最后的那个人 他握的底牌 他想要走AWS 或甚至他希望走地段 但是你可能做完之后他有意见 那怎么办 我自己说我 就是自己想了一些三个方面了 第一个方面是 但是这个比较可能最stupid的 你一定有一个contrae保护你吧 对 一定的 这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你有contrae 所以在一开始 这是最基准的保护 这样子 对 没错 但是他没有缓冲 没有缓冲 那但是这里面呢 所以说说contrae面呢 所以你就会有些你 你will do 跟你don't do 你做什么不做什么 你在上面会写清楚 所以这个当然是你第一层保护 第二个呢 我自己看到的是 其实有些东西 也许 立即没说 但其实我们都会给他先做进去 我举个例子 像有一些做系统的那种 Telemetry的Dashboard 其实我们自己开发之后也会用到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设计进去了 你说那是你多做 那其实也不会 因为其实你开发上面 就是会用到 那这东西其实之后再改一下 也是会符合这些管理层的需求 就给他先做进去 这是一种 再来呢 就是 看你遇到客户怎么样子 你可能就是让后面提一些C Change request 把这些需求给补进去 其实合约跟C 可能都是比较法律层面的 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说 好 我想到我先做Dashboard 但是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现在把这个视角切回 往我们家自己的人看 就是架构师有时候是被 自己内部的挑战 他会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做 就是你怎么去convince 我们自己内部的人 要用这个技术 有时候你可能会选的技术 不是最新的 比如说我要用2.0版 但是有人就会跟你说 我已经3.0版出来 为什么不用3.0 那你要怎么去跟自己团队内部的人 可能有很多人 有PN 有Sales 有各种人 他们 甚至自己的Member也是 Member可能都很多 工程师都是技术狂热者 他们就很想要学新的东西 对 但是PN就是很保守的人 因为他很怕蛋糕塌掉 所以他就跟你说 我就用最简单的版本好了 如果能的话 你最好就是给我用1.0版 甚至你能不能不要用那些framework 对 然后可是Sales就有客数 然后他会有代表可能是客户的观点 那你怎么去平衡这些关系 去让你的团队能够在这个 就像 就是这种technical leadership 在这个闪下面往前走 首先这个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的确他就是找一个平衡 从客户的角度 他可能找你找未来做 他花了这笔钱 肯定比他找一些 可能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的vendor 会更贵一些 那他会有些期待的 所以如果你都是拿那些 比如一些legacy的方式 去跟他去做的话 客户他当然也不会满意 也不会开心 但这是从客户找去看这件事情 那从架构或是技术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也没所谓的新或是旧的技术 其实只有适合不适合 那这适合不适合 就是建立在几个 几个刚刚提到的维度上面 比如说他这一个技术 这个架构 他是否很好的被extend 他的domain是否够独立 之后很好被测试 等等的这些角度 或是他是不是很好 走那种DevOps的流程 去做operation 这些角度去衡量他 那你说旧就不好吗 也不一定 那其实就是看这几个quiteria 我们一开始列这些checklist的时候 去scan through 看有没有去meet这些需求 那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技术了 说一定都最新吗 那其实也不一定 其实就看有没有适合而已 刚刚其实你有提到一个题目 就是说 因为你刚才你讲微软了 我就说其实 你知道客 就是如果你去找原厂 就比如说你找SAPE 最贵就是找SAPE 对 但是SAPE有很多经销商 有很多partner 那找SAPE的partner 一定比SAPE本身便宜 比如找情业 对不对 你甚至可能还有更多local的厂商 对 那写DANET大家都会吗 对 所以他找微软一定就是希望你用最好的技术 最新的 至少是最新的技术 否则他一定不懂 没有掌握 他就自己做了吗 对 那你 我就说 就你的角度来看 你怎么确保客户花这个钱是值得的 他可能不是贵个10% 20% 他可能是贵的是两倍或一倍这种价钱 我 我自己 等一下 我要想有个免责生命 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要推广这个 这个不代表微软 就是新的分享这样子 新的分享 对 我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啦 他花 这么额外 就是比跟其他厂商比额外这些钱 找不然你去做 那他除了你想 他除了你想deliver你为了你最好最新的东西之外呢 一般他都会有一些 额外的想法 额外的想法是说 他其实不会认为你就是跟找外面 vendor一样 把一个solution或是一个服务做好 那就hangover 就结束了 我 遇到的一些 往往他除了你 他希望你移叫这些技术 或是这样 technic hangover operation hangover之外呢 他希望你 带更多一点东西进去 比如说 你文言是怎么开发这东西的 你是怎么跑这样一个process 那出现问题之后呢 你们是怎么走这个triogy 这些process 其实是没有办法在文件或是技术的文档里面看到的 他希望他的in-house的人 也可以从跟你合作 那你交付这个solution的过程里面去跟你学 他不一定也跟你说过 他其实会心里面会这么想 他也想跟你学 那你 那其实你就是有些edit value了 你除了去hangover这个技术 最新技术 然后这个solution之外呢 同时你除了train他这些技术 也把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 这个recipe 这个师傅跟他说 那其实他以后啊 他就其实就可以 访造你这个方式 去做一些innovation 那去impower他自己的员工 有一些更创新 或是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他可以自己做出来 那我自己看到 这就是做到一些差异了 他就 也付这笔钱 也比较心安理的 因为的确蛮就是比别人贵 但他其实得到东西 事后看整体的价值 CP值是更高的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是除了技术之外 他 他 他有一些价值的东西是 没办法用技术衡量 没办法用钱衡量的 对 对 当然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微软不会倒 所以你要骂总 如果做不好 又要骂人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找到很多总经理 来下来骂 所以这也是一种优点 但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为这个原因来 这就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不会倒也是一个 我知道不会倒是一个 可是假设你的案子是要做五年十年 当然你要找不会倒的 可是你知道这个技术这种东西 见仁见智 就是 就是说 就是你会被挑战 就是说 你这样做的真的比较好吗 就是比如说你要run敏捷吗 有人就会问你说 你敏捷真的run的比较好吗 或是说你的技术 你怎么真的去证明 你多的那些钱 是真的有价值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说 客户还是希望一分钱一分货 但你知道那种奢侈品 它就不是CP值导向 客户其实不会希望一分钱一分货 他希望你无论 最好是一分钱两分货 但但我讲的 就是说你路边买个塑胶袋 跟去这个那个什么 爱马仕买个包 都是同样的功能吗 是 对嘛 但是它价值差了很多倍 是 所以你爱马仕一定是有一些 别人不能够给的东西 是 对不对 所以我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又怎么表现出来 就是客户 如果说真的客户 愿意花一个宾室的钱 他当然希望买个宾室嘛 但是他们客户 他们搞不清楚这个 到底花宾室的钱 拿到宾室车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可能期望 宾室拿到宾室车 可是他希望来的是坦克车 但是我们可能 只能给他宾室牌的脚踏车 就是 我是说这个怎么样去 就是就你这个方面 怎么去 让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或是让客户能够符合一个预期 老实说反而 做法会是 一开始降低他的期望比较多 最好你一开始给他看到的 就是宾室牌的脚踏车 但是最后做出来的也许是一个 一个比较小型号的平视之类的 不一定有这么把握 但就不要在一开始给他太多的预期 那其实你后面 比较好去控制他这个期待 落差不会这么大 我突然想到这好像是在卖豪宅这种感觉 就是说 你知道你去买豪宅 那个豪宅的业务都很拽 他其实就是要 就是逼你说 我就是看不起你绝对买不起 然后逼出客人说 我就是买得起 那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是这种 有这种feel 对 这不代表官方说 好 然后我在下一题其实是说 其实 P&P说专案经理有70%在沟通 可是你看你刚刚这样子讲 其实你 其实你有很多很多技术角色 也有非常多的沟通活 你可不可以聊聊这个部分 就是 就是说你怎么去跟 没有技术的人做沟通 像geek或是技术宅 他怎么去跟这种 技术素人 或白子沟通 比如说Beans Leader 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大内 他就说我就是要这样 那你怎么去跟 跟他好好的沟通 让他知道这是技术的限制 或者是用这样子会比较好 嗯 其实是两个 我这样听起来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做一个consult 或是一个arc 那怎么做沟通这个事情 其实这些都是 还是会建立在trust的上面 你得先取得 你要沟通对象的一定的信任 没有这东西 其实你是很难 很难再往下面去 去做什么影响的 因为他其实就不会掰你之后 你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问题 呃 所以还是run on trust的 这是一块啊 另外一块是说 呃 技术人的沟通 其实也是蛮多的 PM 70% 那我自己看 其实呃 做一个听力 或是一个arc 他的沟通时间 也不会少于70%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就以阿克来说好了 你会觉得沟通 是不是好像没有在做正事 有什么感觉 沟通 沟通是不 沟通是没有做正事 呃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你就比如说 其实我应该要去 画那个蛋糕图 画那个什么架构图 这个设计 可是我怎么好像 一直在讲话 看你 看你 就是在讲 就各种人在谈事情 就是想那这是 你会心里有时候 会打过来说 我真的是在做正事吗 嗯 这我不知道耶 这有点像是 你看你沟通之后的 结果是怎么样 也许如果说你今天 你沟通之后 可以达到的效益 或是阐述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 跟了其他arc 或是其他conseler 讲完之后呢 有他们这些 去帮你去deliver 一些东西 那其实比你自己去做 那阐述出来的 重效更大 那其实你的确 你在沟通 那当下是没有的 但是你时间加上来 那其实成果是更多的 所以只能往这边去想 但如果说你 纯粹开会 或是沟通 这个时间本质 是没有任何产出 是没有错的 那你怎么去让大家觉得 这个技术是有价值的 我这样讲 这个题目有点怪怪 应该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跟客户谈 我们就说这有难度 好比如说 我以前跟客户谈 Data Migration 那客户就跟你说 就是Covid Pester 就是客户大概略知 但是他可能还是 对这个真正技术的细节 有点 就是有点落差 那你怎么去让他知道 这个技术的 这个困难点在哪里 所以需要去克服 或是不能克服 然后去convince客户 在这部分 接受你的决定 首先你要先确定 当然客户可能是信任你的 但是他就是觉得这很难吗 好 你应该听了四年的这个 首先你要先确认你 你沟通的这个对象 是不是对的stakeholder 要不然你花太多时间 在他身上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如果你确定说 OK 对就是这个人 他是一个decision maker 那他是你需要去说服的对象 先确定这个事情 那我们再开始说下一步 OK 你先去buying他的trust 那前提是已经取得到 他的信任之后 那其实在下一步 比较多的会用数字 或是一些实验 我们叫POC 去取得他的信任 因为其实你说再多 那你不如就是花半天 一天的时间 你做给他看 结果一翻两登 因为那种技术东西 是没有办法去假造 或是变化的 那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那其实看到结果 那其实一般来说 客户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所以说你会比较倾向说 反正我就做给你看 能不能就一翻两登 对前提是 要是对的人 如果不对的人 当然就是说有的人 你讲怎么讲都没有用 对 好 那我想这最后一题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才谈了一下 就是 就是技术的角色在做的事情 其实这光谱很广 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多 没有办法这样子谈得很细很细 那如果有听到 有兴趣想要听的话 可以留言 我们就 我们可以找瘦再留言 看到每个部分 就是每个蛋糕 每一层 这是有点什么 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 我还是想瘦是不是能够 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 你未来你 你自己想要走上 技术这条路 有可能 你是要从RD跳技术顾问 或者是反过来 或是你可能 未来期望你要做利得 或者要走ARK 那你会给这些人 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 技术部分 其实刚才KCE有 稍微提到 是以前面的一些topic 你 光谱还是要广 踢新人 拍新人 什么的 你就是有几根 扎根之后 你要把你 技术的广度 要展开来 你才有办法 去看大局 或是整个趋势 这技术部分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 这其实也是 我进微软那时候 面试我的架构师 给我的一个建议 我到现在 还是印象深刻 他就跟我说 宋尼 进微软 技术要有passion 要顾 没有错 但这东西 两年三年 可能就淘汰 就换一波了 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看 做事情的那些process 或方法 你要把它学起来 因为这种东西呢 可能五年十年 都不会什么变化的 具体来说 比如说我们在 交付一个系统 或是一个方案 它的步骤 它的process 怎么样的methodology 可以缠出这个东西 你其实要花很多 心思去反思去想 然后把它偷偷学起来的 那这种东西 一旦有之后呢 其实你大概就会掌握 很多方案 或者是问题的解决方法 那就不会太糟糕 那这两个大概是我 我给之后想要进 这块领域的人的一个建议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 基本上学东西 可能是少不了的 就像两三年 比如说在四五年前 就像我们今天有人问说 你那个案子 为什么不用微服务 而且在四五年前 是没有 这样东西 这个微服务这些东西 其实是 没有很成熟 甚至说 现在大家都用云 用的 已经好像不用云 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是现在 不用云就很奇怪 因为你根本就闪不了 你有热情 就是一个方式 交付了苦海里头 那我相信 每个产业 其实不同领域的 这个技术比重 都还是不同 所以如果你是技术人 或是你不是技术人 你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就是我相信 也许你在的这个环境 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保守起见的 或是保守 很激进的技术的 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 这个讨论 在这个 这个Podcast里头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